我拍完電影是不夠膽回家 不夠膽是因為我不想回家 自己對著四面牆 感覺很差 而且我不敢外出 因為我很害怕外出被人罵 我又不會不相信愛情 當時我們的分手 其實不是一個不好的狀態 相處了那麼久 磨擦或問題一定會有 所有事情好像是這樣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不想是這樣 大家想再跨一步 可能分開各自成長會對大家有好處 所以就有這個決定 那一定會的 我記得當時剛好在拍四一母可以 我當時拍完電影是不夠膽回家 不夠膽是因為我不想回家 自己對著四面牆 感覺很差 而且我不敢外出 因為我很害怕外出被人罵 我當時也會跟阿Ken聊天 但他跟我說其實你沒有做錯 你不需要害怕任何人 需要起碼過幾兩個月我才慢慢 突然反過來 因為其實就是可能我跟他 一起了那麼久的時候 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家人 現在其實很多時候不開心 我都會主動找他聊天 或者我跟他的一對小狗 其實我跟他偶爾都會 一起照顧 有沒有想過復合 真的沒有想過 就算我們當初分開 其實都是想大家各自成長一下 其實將來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即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 沒有人知道 我都說我不笑他已經很酷 生人物感染的感覺 所以我應該戴回覆盡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自己主動一點 可能以前我也會 糟糕 我覆不覆他好 可能自己有意思 但好像有點害羞 不敢覆 現在會覆之餘 可能也會主動聊到兄弟 或者外出吃飯 也會 不會像高倫的角色那麼厚格 會主動一點 你越想要一件事 其實你越難會找到 我媽媽也擔心過 她很擔心我 她給我鑑出 我姐妹就樂力 幫我找了很多男士 回來介紹給我 以前一開始我會下閘 我會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不要這麼無聊 可以嗎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生活圈子很小 我和我很窄 我除了做運動會外出 或者真的外出吃 我吃過飯之後 我不會認識到任何人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 怎麼當認識朋友 不要壞 暫時沒有 在相處中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說 不如你先試吧 你先一起做吧 但我的角度 我就會覺得 相處了 看看合不合才開始 我會覺得自己會好 我不想讓別人覺得 我好像玩一玩 現在我自己 對愛情的心態 都是可遇不可求 反而我是想事業 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而且我覺得女性 是應該有自己的事業